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來到2020-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史 中國歷史科聯合模擬考試系列 中五 中六級的中史科講座 今天由我 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主義林敬老師 跟大家講講卷義 單元三時代與自己分子 一些答題技巧和注意事項 這個單元以我現在的統計 甚至以報名的統計 暫時是最多學校選擇這個單元 亦普遍來說 坊間的學校大量選擇這個單元 今天希望用30至45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講講關於這個單元的一些重點內容 如果你是中五的同學 可能還未正式讀的 那你也可以掌握一下這個單元讀什麼 或者文憑史怎樣出 而中六的同學 你們之前已經拿回聯校剝的考卷了 如果有參加協會的中史無疑史 那你們也可以透過這個講座 去了解多一點 可能出題趨勢 甚至如何準備得更好 今天會跟大家詳細地講一講 好 首先 選修這個單元 我最主要有四個地方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 讀這個單元是否特別容易 還是特別服 第二 選修這個單元 到底選修這個單元有什麼特別的注意事項 第三 歷佳文憑史是怎樣出呢 第四 是怎樣可以好好及早準備呢 我主要這30分鐘的片段 會跟大家講一講這四個主要內容 先講 特別容易還是特別服 好 其實如果大家讀開 或者還未正式讀的話 我也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時代與知識分子》這一課 主要是圍繞五個不同時代的大人物 大家有留意到我第一版 也有放到五個人物的圖片 分別是孔子 司馬遷 王安石 何啟和梁啟超 這五個在當時他們身處的時代 都有戚渣風雲 甚至影響後世 而坦白說這一個單元 是否容易 難不難 其實這個單元最重要的核心 或者最重要的要決 其實你要去了解和熟悉這五個人物的生平 甚至最重要是要了解他們本身身處的時局 是怎樣的情況 甚至要了解他們提出的主張 最後他們所作出的貢獻是什麼 最主要都是以這四個方向作為一個核心 還有五個知識分子 剛才所說的五個人物 其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和特徵 而他們本身跟這個時代有極大的互動 包括孔子身處的春秋戰國 司馬斯身處的漢武盛世等等 他們每個人物身處的時代都有他們的特色所在 但是他們所做的提出的主張思想 或者他們的出發點 其實都是本身知識分子一個很英由的特質 這一個我不會在這裏長和大家說 因為你們本教科書一開手 應該是有提及到知識分子的特質和特徵是什麼 基本上這五個人物都是有獨特之處的 我個人認為這一個選修單元的題目是大路和正路 但是奈何的變化相對比較多 這個我稍後會再跟大家詳細一點去分析一下 為什麼說變化多呢 其實五個不同的人物 通常孔子如果大家應該相對比較熟悉 因為如果孔子大家 可能讀中文科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金句 甚至名言 其實就不難去掌握 當然孔子其實是一個單元的鐵膽 當然有一兩年就沒有出過 但是他通常都是常客 通常這個單元就是一個人物佔全題 一個人物就在AB分題都會問他 極小情況是佔半題 但是大家要留心 如果你是今屆所考的 你可以看看去年2020年份DSC 其實是有些特別的 為什麼說極小情況是佔半題呢 待會我會再跟大家講一講 那關於這個單元有什麼特別注意事項呢 我們先看看這個表 這個表我自己每一年都會做的 我們可以不妨 我經常都說 你無論卷一也好 卷二也好 任何一個選手單元 你自己可以做一份市題分佈表 去看一些內容 看什麼呢 我經常都最喜歡看這些 空格位 空格位代表什麼呢 空格位代表什麼呢 空格位代表 那一年他沒有出 通常呢 我就不說那麼多的空格位 其實空格位的意思就是 代表那一年剛好沒有出 那他可能去年沒有出 會不會今年又會變成大熱呢 甚至到過往那兩年都有出過 今年會不會不出呢 大家不妨花多一點時間去處理這些分佈表 通常呢 每一年 國題的所問的內容 內容概要我都會記錄在這裏 所以呢 基本上你一看表 你就知道 那個市題分佈的情況在哪裏 那大家看完之後呢 大家能否留意到一些巧妙位呢 這個表呢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設計吧 那巧妙位在哪裏呢 巧妙位就是 九年了 文憑試考了 那你見到 孔子呢 就出了七次 大部分都是連續年份出的 是只有第一屆 2012年和2017年沒有出過孔子 你見到 比例都挺重的 九年出了七年 而司馬遷就出了六次 那只是間斷式這樣出的 那為什麼間斷式呢 就是14、16和19是沒有出現過的 好 黃安石又出現了六次 即是相對 那個次數就應該第二左右了 那間斷式出 那也是13、15和18年是沒有的 而最後一題呢 通常都一定是何啟和梁啟超之爭 通常有去沒有我 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而何啟就出了五次 梁啟超出了四次 那為什麼 不是剛剛有一半呢 因為第九年而已 那如果按照這個推斷的話 就是梁啟超 如果你今屆2021年考的話 那就有機率到梁啟超 那就剛剛好一人五次 其實最後一題是不難去處理的 最難猜的是 通常就是孔子、司馬遷和黃安石出發 而且這一課 其實你說要貼題 其實是不難的 因為通常知識分子 都是去年不見出題的題目 今年就會見到 即是去年沒有問何啟 那麼今年就有了 但是去年沒有問司馬遷 今年會不會沒有呢 或者今年會不會有呢 這個就很難去答覆你了 而且也很難去預測得到 因為剛剛也說過2020年的情況 是有點特殊和罕見的 除此之外 我們剛剛看到 因為我的試題分佈 除了課題之外 會列出來之外 我都會列出它的分數比例 大家看到 25分不切分題的論述題 即是大家最怕那個 我相信很多考生 看到一揭開份卷 25分有時候 就算你熟的課題 你都未必會選擇的 對了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論述題 即是一條長的課題 要求比較高的 因為你要做到很高質素 以及框架要很完整 以及層次要很鮮明 你會見到 不切分題的25分論述題 大多數都是出現在孔子身上的 因為我都略略統計過 孔子共有四次有這個情況發生 留心 司馬遷從來沒有出過這個題型 這個又會不會有一個契機 或者有一個啟示給大家呢 除此之外 我也經常都說 通常 時代二子分子這一課 三個人物分佔三題 通常五個人物 你就猜一下哪三個人物 最後一題 剛才也說過 一定是何啟和梁啟超之爭 除非這個玩法會轉 但是2020年的情況是很罕見 因為它是四個人物分佔三題 大家如果有留心的話 有看2020年的PASS PAPER 你會見到第七題出了司馬遷 第八題就是孔子是A part 王安石是B part 第九題是何啟 所以同一年過往只出三個人物 但是去年只出四個人物 換言之 會不會接下來又有一個新的轉法呢 又意味著 如果你們是2021年考的 又會不會好像上面那樣 準備三個已經不夠了 可能第九題 我自己平心而論 第九題應該都是何啟和梁啟超之爭 都是一人一次 但是第七第八題那個變化 會不會又好像是A part 可能會變相孔子加司馬遷 第八題是全題王安石 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在準備這個單元的時候 就真的有備無患了 就不要用過往那套 五個人找我 只會死三個人 那就真的不夠了 因為我也知道有些同學 其實何啟和梁啟超 他們未必會去準備 因為始終捲一的內容已經這麼多 你要準備捲二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處理 所以捲二這個部分 大家不妨如果真的在今屆考 就真的要準備多一點 不要因為你覺得司馬遷可能比較繁複 以我所知五個人物來說 司馬遷的內容是比較難的 因為真的像A級年代的史學史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真的要留心 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如果你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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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個學校都會自責或自學其他單元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選擇其他單元 可能是多過彈性或防護網 但有些學校未必的 只開一個單元的話 這樣範圍性就會比較窄了 好 我們這一課 如果中六的同學 我想大家都熟 其實這一課 最重要的溫習的重點 或者認識的秘訣 其實我希望大家真的要了解 那五位人物的新平蓋耀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歷界DSE的題目 你要看得到是關乎到他的新平蓋耀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具體的認知 還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那就可以幫助你們去掌握這個答題 那我們先從五個人物來說 其實孔子 大家都要比較留心一點點的地方 就是紅色字我特意去highlight給大家看 還有大家標示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孔子本身 大家知道他出身比較貧困 但是孔子的人就比較好學 還有也是循循善友的 不斷去問禮 但是去到後期 就入市從政 入市從政對於孔子來說 有什麼重要性呢 因為孔子是希望用參政 去改變當時身處時代 春秋戰國禮賓惡壞的局面 所以這個是一個互動 甚至到他入市從政 國軍不受他的政治主張 或者不接納他的政治主張 孔子就開始周遊列國 去宣傳他自己的政治主張 但是奈何呢 又是不受重用 因為其實本身參政 在老國他也曾經做過 或者提出過很多不同的計劃 那奈何呢 就是因為禮不惡壞的情況實在太嚴重了 所以他就決定周遊列國 但是國軍不受重用 他就沒有打擊到他的信心 反而他就把那個焦點 就不是放在入市從政方面 就放在港學壽圖那裡 而港學壽圖這個位置 就是本身孔子 他作為知識分子 對後世或是對當代的一個貢獻所在 所以呢 大家要了解 我這個很厄意地跟大家講講他的生平 但其實呢 你見到這個生平裡面 已經包含了很多 文文事業要問的內容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他們的經歷 和了解他們的過去 那麼到司馬遷了 司馬遷相對比較直接一點 司馬遷本身就是繼承家學 因為他爸爸也是太史公來的 所以司馬遷繼承家學的緣故 也是秉承著春秋那種精神 也是受到孔子的影響 而去到後期他做了這個太史公之後 跟隨著漢武帝去四方遊歷 甚至到因為他會跟著武帝去祭祀 可能去出巡等等 也都帶動了一個契機 讓他搜集不同的資料 甚至到見到很多不同珍貴的藏書 而因為去到後期 李寧之禍 這個我之後會再跟大家說 就令到他發奮著書 發奮著書就是製作了一本 驚為天人的史學巨主要 這個也正正就是他的貢獻所在 所以這個也是司馬遷身處於漢武盛世 對於時代的互動 他怎樣回應時代呢 這個也要大家留意 史記對於司馬遷來說是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另外黃安石 黃安石本身做了地方觀設人二三十年 其實二三十年的歷練 帶動到他或者讓他看到什麼呢 就是意識得到北宋開國政策的積弊所在 這個就很大影響了 就是影響到他日後出任載上之後 去提倡的黃安石變法 是怎樣去改變政局 即是變法的措施 以及變法到底能否成功改變北宋積弱所在呢 這就是黃安石每年所問的核心內容 但是大家知道黃安石變法失敗之後 他就歸隱田野 歸隱田野這件事也體現了知識分子的特質 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以及他的功過的評價是怎樣呢 每個人在歷史上有功有過 到底他的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呢 這一個 以及他持觀歸故理 但是仍是深系國家 這一種是不是也是知識分子 古代知識分子 本身存在的特質呢 這一個東西也會在裡面思考得到 以及體驗得到的 好 另外 就到何啟 何啟本身 他就厲害在英國求學 甚至他有兩個專業資格 一個就是西醫 一個就是律師 大家留心一下 過往試過 有很多考生都會忽略了 何啟的學習經歷 以及前期成長的狀況 而有時候的問題是需要了解到 何啟本身的生平 何啟本身有了兩個資料資格之下 後來就服務香港 因為他擔任的公職實在很多 太平紳士 非官首議員等等 而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為了大眾 為了香港的華人服務 甚至到後期 也是相對比較關注中國 提倡了不同的改革主張 因為他眼見中國有很多的職幣 所以他提倡了很多不同的主張 這些就是一些元素 或者要素 豐富了何啟的一生 所以大家必須要有 這一方面的核心概念 另外梁啟超 梁啟超 我想大家相對比較熟悉 因為卷一 如果大家真的有讀到 或者有了解到 知道梁啟超在近代史中的重要性 是相對比較大的 他就是學冠中西 因為他老師就是康有為 甚至到他在年少的時候 也吸收了很多不同的西方知識 也受西方知識影響 而去到後期 提倡了武率維新 嘗試改變清廷 甚至到後面 維新失敗之後被人大追捕 海外流亡 那時候他就開始鼓吹君主立憲 甚至到後期回流參政 大家知道民國建立之後 其實梁啟超擔任了很多不同的公職 包括袁世海政府 甚至段祺瑞政府的時代 他都擔任過不同的公職 但是去到後期 因為政局實在太混亂 他就決定退隱 潛心於學術 所以他潛心的地方 主要是在講學 和著書方面 這也是他的貢獻所在 所以為什麼我要花一段時間 跟大家講一講他們的新平概要 因為其實紅色字的內容 就是等同文文史會考的內容 所以大家必須要知道 他們的人物的經歷 和人物的情況 你看到這條題目 才能夠更容易掌握答題的技巧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歷介文文史 我們先看孔子 孔子這個地方 我們會看到孔子 最常見的文法 是問些什麼呢 很容易看得到的 這個表我都特意抽到孔子的旁邊看的 孔子的最常見文法 大家可以看到 通常是問他的政治思想 即是他的政治主張 以及不受列國國軍重用的原因 以及他的教育貢獻 你看得到 2013年有看到 甚至到 教育貢獻也是看到 也是政治主張 甚至到 可能有時候有些改變的玩法 就是孔子成就不再證明人證禮治 而再撤教授圖 這不就是他教育貢獻 對吧 這些就是解釋他的政治主張 你看得到很多不同的情況 最常見的就是這三個內容 而相對比較特別的文法是哪一年呢 我們看到2014年 2014年就是問司馬遷推崇孔子的原因 這個相對比較往年少 是2014年才見過 甚至到 2019年看到了 他會問到知識分子的特質 所以 過往最常見的就是這三個的文法 但是特別的文法 就是 零零射射 14和19 所以 大家不妨可以 如果你們真的比較 熟 孔子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從這幾個角度去看 當然 政治思想 或者教貢獻這些 大家我想都不會陌生的 甚至大家準備的時間 應該都相對比較多 而我們看到了 提形分佈方面 25分的論述題 一共有四年 我括著那個 前面的就是個題號 而括著那個就是代表分數比例 你看得到有四年 都是孔子出場的論述題 同時大家看到 雖然是論述題 但是不會問一問的 他通常要同時回應兩個問題 你看得到 14年 他要講完被推送的原因 之後第二問就要講教育和學術上的貢獻 然後到16年 就要先講政治主張和回應時代的問題 接著要回應主張不受重用的原因 你看得到 是要同時回應兩問 很少只是一問 還有這25分的論述題 你會看到暫時沒有比較題出現過 這是一個出題的趨勢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看這個表 可以看到的 而通常他們的文法 就以分析 或是蟬色等等字眼為主 這些就真的要用具體史實去加以說明 還有真的要用一些 真的要寫到很具體的 對 所以文法是相對比較直接 好 而去到司馬遷 司馬遷 你會看到最常見的文法 你會看到 通常字眼是不同的 動機 原因 甚至是原因 背景 其實問來問去 都是問這幾個內容 司馬遷最常問 就是寫史記的原因 他的經濟主張 通常就是四葉並種 等等 或者反對語文爭理這些 還有可能是要熟讀史記的內容 這個大家要知道 你就不可以有一個很淺白的認識 因為司馬遷一定是扣著史記的 除非那年真的問經濟主張 你就可能未必需要對史記這麼熟的內容 但如果他真的問到政治部分 或者可能不同列轉 或者不同的轉體內容的時候 真的要找一些相關的例子出來 而較特別的文法 就有兩年 第一個就是2015年的時候 2015年 他就問了取材標準 就是史記人物的取材標準是什麼 這個相對比較特別 另一個比較特別就是2018年 就是史記稱為磅書的原因 磅書就是涉及到另一類的課題 就偏離了我們經常說最常見的文法 所以大家在準備的時候 都不妨要留意取材標準 以及一些同漢母盛世的經過 甚至一些事件也要了解清楚一點 好 好了 題型分佈 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司馬遷這麼多年來 都未見過25分的論述題 通常分兩問 就是AB兩問而已 而未出過的內容 大家不妨可以了解多一點 以及準備多一點 會不會21年會這樣出呢 就是司馬遷史記的貢獻所在 即是如何影響後世 甚至如何開創幾段體的先例等等 這些我純粹舉例 甚至到司馬遷的知識分子特質 孔子早幾年已經見過這個了 司馬遷的知識分子特質 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這些都是未問過的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多準備多一點 好 去到這個黃鞍石 黃鞍石坦白說 阿sir也是第一屆DXC的 我當年其中一題都是選黃鞍石的 我自己覺得黃鞍石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還有 看看你如何問法 2020年那一題真的有點難度 但整體來說 黃鞍石最常見的問法 已經看到了 通常就是問那個變法背景 雖然字眼未必同 變法原因 又看到了 變法的時代背景 甚至到 從經濟和軍事去分析變法的背景 也是背景來的 甚至到最常見的 就是問他變法失敗的原因 這裏看得到 第一年就問變法失敗主因 然後這裏又看到 變法失敗最關鍵因素 甚至到 你會看到 這些是相對少問一些的 就是效果那裏 所以剛才所說 較少見的問法 就是影響 甚至到措施 措施都是相對比較少的 雖然有些部分內容 你都要了解到 黃安石變法的措施內容 但是具體的問到 16年那一年 就是15分的題目 就會標示得到 到19年就是問成效 你要看到最常見和最少的問法 所以大家在準備這一課的時候 不妨可以了解多些 提型分佈方面 最主要是分析和色論為主 真的比較直接 還有評論題比較題都常見 什麼叫評論題比較題呢 評論題就是 通常主因這些 一定會有評論題 甚至 看到了 最關鍵因素 19年的 變法效果是否正負面 各佔一半 你同不同意 我都列了給你 12年就是分析 哪一項的失敗因素 較為重要 17年就是問 適論哪一項 是變法失敗的最關鍵因素 哪兩項是較不重要 這些都比較高水準 和高水平 19年就是問 變法效果正面和負面打錯字 大概各佔一半 你同不同意嗎 所以你看到 他的提型最主要都是這樣 同學通常在這些提型方面 會比較忽略多些 而且在答題方面 相對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其實這些題目 最重要的關鍵字是 教字 聚字 你看得到 這條17年是比較吊詭的 他給了你三個因素 你要先說出其中一個 你覺得是最關鍵 但是也要同時指出 那兩項是較不重要 有個教字 通常有個罪字 一定要比較 甚至你同不同意媽媽 這條相對比較簡單 直接一點 但是 也要表明立場 也要 你同意的話 當然是易答 但你不同意的話 通常就是正反立論為主 所以教字題和罪字題 這些題目一定要有對比 才能突顯到你的立論 所以這些題目相對比較困難一點 如果你沒有十足把握 或者你平時少練的題型 如果你真的熟悉的話 你也不要選擇 但如果你真的熟悉黃鞍石的內容 你平時操題 可能這些題型也操不少 那你就可以試一試 接著到何啟 何啟最常見的問法 這些是沒有的 這些是沒有的 通常是問他身處時代的背景 可以看到 甚至是不同方面的貢獻 因為何啟因為功績實在太多 教育、醫療、政治等 甚至是問來問去 也是萬變不利其中 純粹這條特別一點 就是問一個比較題 所以相對於何啟較小見的問法 主要就是 對改革中國的主張 14年有出過 這個0044是為何標示中國的政治思想 以及18年 18年你會看到 如何回應曾幾澤 對於中國改革路向的看法 這些是相對比較少問的 少問不代表不問 也有可能是一個趨勢 甚至到 去到2018年 這一年是相對比較特別的 真的會問 如何符合知識分子的兩項條件 知識分子的條件和問知識分子的特質 其實都不是常見的 所以大家要留心 這個情況 少問不代表不問 但隨時有機會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題目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就是用分析 閃式等等的字眼為主 都是比較直接的 但大家可以看到 為何剛才有圈到2020年呢 因為2020年獨有的 他就問那方面的貢獻較大 25分的題目 25分的題目 我經常都說是要求比較高 所以這一條題目 也要有一個立場 甚至到你的論據或論說 一定要有一個合理的證據 和充足的說服力才可以 最重要是正反立論 甚至未出過的內容是 為何何啟提倡的主張 是不適用於中國呢 甚至我們今年的協會 中市目目 我們也會提及 就是他會不會和梁啟超 會同一時間出現 在同一題上呢 因為他和梁啟超 有很多相同和相異的地方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在這裏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大家不妨可以準備一下 下面那個是永遠估計 你永遠估不到的 所以你們做好做足準備 就有備無患了 好,還有一個人物 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也是 有些孔孔比較多 就是梅花間竹 梁啟超今年一定會大熱 梁啟超最常見的問法 通常問他提倡的主張 和身處時代的關係 甚至他的成就和貢獻 大家留心 梁啟超最要掌握的內容 就是他在不同時期的政治思想 或者政治主張 和他所要經歷的關係在哪裏 因為有人認為梁啟超是一條政治變色龍 他是立場多變 甚至到思想都經常轉 所以很多同學未必去溫梁啟超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這個時期又另一個政治思想 這個時期又另一個政治思想 所以大家必須要留心 他是整天變來變去 但變來變去 有些人都說他是外國本質的不變 他是建基於外國的立場去出發 所以大家要留心 提形分佈主要是用色論等字眼為主 而這個也能看到 何啟梁啟超 何啟2020年 問那方面的貢獻較大 比較獨有和罕見 而梁啟超在2019年 問那方面的貢獻較大 這是首見的 從來過往未試過 因為過往都是殖民為主 而這個真的有比較意識在這裏 所以大家要留心 日後何啟梁啟超 會不會又是這樣的出題方向 或是出題題型呢 大家不妨去練習多一點 這方面的題型 可以去處理多一點 甚至還未出現過的內容 又是知識分子的特質 因為總會有一年 突然爆發一題出來 問知識分子的特質 甚至如何符合知識分子的條件 也跟剛才何啟一樣 何啟有什麼相同商議的比較呢 不會說不出的 但是因為始終是 時代以色分子內來都是五個人 出來出去 或者已經出到 沒有東西好出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交換 甚至會不會有些轉變 沒有人猜得到 而這也是這一課最神秘的內容 好 到最後一個部分 講了這麼多關於時代以色分子的內容 我們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怎樣去及早準備呢 以2019的文憑史先為例 我主要會講集中這兩屆的 好 我們先看看2019年 如果你們手上有 PASS PAPER的話可以拿出來看 其實本身2019年的第七題 就是 施就孔子從政 教學和編書的經歷 論證他具備知識分子應有的 社會政策 25分不切分題的論述題 我們可以看到 重點在於 你要看到兩個內容 就是 孔子從從政 教學 編書 三個方面的行事事例 你要舉得到 第二 孔子的行事是怎樣體現 他有知識分子應有的 社會政策心 社會政策心是一個重點 我們先看看 從政 我特別欺負了一些重點的事實 這些你也可以看看 當年的考慮報告就可以了 從政方面 最主要要說得到 當時孔子五十一歲 被任命為中多祖 中都宰 小師匈 大師匈 也徐魯鼎 出席隔谷之妹 當時在會上 斥責齊國不合理 維護了老國利益 甚至 當時大家知道 潛越犯上的情況比較嚴重 而三緩 大家提到孔子 一定要知道三緩 而當時孔子 用了墮三刀計劃 去恢復老國的政治秩序 而這一個 反映了 或者怎樣體現 他具備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質疾 是因為孔子在這一個提倡方面 你見到他實踐復禮和行刃證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可以矯正了春秋時 江紀敗壞和禮崩樂壞的情況 甚至到 他辭官之後 游走各國去宣揚不同的治國理研 雖然 他是不受國軍重用 但是孔子仍然 是關心正事和勇於批評時政 以圖撥亂反正 這個是一定要回應的 你說了事例 但是 沒有提及到如何體現 他具備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心 其實很難有高水平的分數 甚至到教學方面 大家都知道 孔子是打破學在官府 甚至提倡有教無類 恩財私教 為後世和當代 確立了教學和治學典範 本身孔子在教學方面 廣修弟子也是鼓勵弟子從政 很多都是善於商貿 善於口才 甚至善於政治等等 他有不同的政治人才 所以孔子也很鼓勵弟子從政 去回饋國家和社會 所以我們看到孔子是用教育 實踐康時制勢的社會責任 這就是回應提子論政 這個就要 甚至培養政治人才 去實踐治國安民的理想 其實培養政治人才 他自己不受國溫重用 但是他知道培育下一代 或者弟子 也可以回饋 甚至幫助到國家的統治 幫助到人民安居樂業 另外一個原因 一個情況就是編書 編書就是孔子 修緝過或增減過五經的內容 甚至配合他所提及的人德學說 甚至編贈春秋一書的時候 特別是重視重禮惡 正名分等等的思想 而他其實就是想回復應有的秩序 所以他在承傳文化 是康政時弊 這一個就論證得到 他具備之分子應該有的社會責任心 甚至到孔子編贈春秋 其實怎樣影響後世呢 因為太史公司馬遷 也是因為這樣受他的感召 甚至受他的啟發 不斷推崇孔子 亦因此而發奮著書 史記 這是一個間接會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看到 回應完首文就是 孔子從政教學和編書經理 你要有具體的事實說明 但你也要論證次文 次文就是要論證 他如何具備之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心 即是問你何而見之 你要不斷去解釋 所以你要拿到22至25分 最頂級的等級 你一定要從這三個方面 去引申發揮 還有坐政一定要原備 每一個方面各舉一至兩項 以史事為例 作為一個說明 就可以取得22至25分 接著去到第八題A 根據招一 梁啟超認為 王安石變法本二都是謀求利國利民 援引事實 從經濟和軍事方面 分析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十分 大家留心 重點就是經濟和軍事兩方面 去看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北宋經濟的問題 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財政枯竭 大家知道北宋是用稅幣換和平 因此造成了勇官、勇兵、勇肺三勇問題 甚至當時權貴、土地兼聘 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懸殊 甚至豪強官利 亦是漏稅徒役 非常嚴重 導致國家的財政非常入不敷 而北宋的軍事問題 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軍力比較積弱 大家知道 北宋的開國國策 就是 縱文輕武、根樹法、禁軍、雙軍 禁軍、雙軍的設置 最主要就是令到地方實力相對比較薄弱 中央實力比較強 而接下來就是 兵不知將、將不知兵 縱文輕武更大件事的地方就是 整體的軍事力量都非常弱 所以再加上退役制度任緣線 未能夠抵禦外敵更大大地耗損軍費 所以不只是軍力問題 亦是財政的問題 所以這個 要從這兩個方面的分析 每個方面各舉兩個史事為例去說明 而去帶出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亦是當時變法的困難所在 而8B有人認為王安石私人變法的效果 正面和負面大概各佔一半 你同不同意呢? 要緩引史實加以論證15分 重點分別為 它的效果也給予你了 還有它的論點就是 正負面大概各佔一半 你當然了 你答同意 相對是容易處理的 你同意就是 正面效果和負面效果各佔一半 你舉回實例就可以了 但如果不同意的話 就真的要有少許技巧可言 如果同意的話 就一定要留心均衡 論述正面和負面影響 以及要緩引具體內容 你兇犯沒有用的 一定要具體史例說明 如果正面的話 就說可以王安石變法 其實就改革了科技制度 改善國計民生 甚至提升軍設力量 也可以提出一些措施內容去論證 如果負面的話 就是有些人說 他所做的內容是語文真理 甚至形成了新舊黨真 因為司馬光的批評 導致黨派之爭 所以這個就是正負面的效果 可以這樣處理 如果你同意的話 所以大家如果要拿到高等級 就一定要從這兩個方面論述 而且史實和論證一定要原備 每個效果方面 各舉兩項史實為例說明 加上四項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重點 剛才也說過 不同意就一定要表明 你認為它是正面多於負面 還是負面多於正面 而且最重要是一定要有比較 如果你不要比較 就很空泛 你比較就是說 為何正或者負面的一方 效果影響比較深遠 所以你要正反立論 如果你說正面多於負面 就可以從以下的角度 就是說 變法雖然增加了國庫西亞 提升了軍力 和扭轉了國家積貧積讓的局面 也都影響了後世變法者 做了榜樣和無佳 但是變法被推翻 其實並不是黃安石 變法措施和推人方法不適合 只不過是到後期 領導者 盡霸新法 影響而已 所以 大家可以從這個影響的角度去看 這個後世的變法 最主要就是 梁啟超 的募述維新 這個也是對他影響很深的 如果你認為負面多於正面的話 主要集中就是講 黨爭的問題 慢慢演變成以氣之爭 從這個持續年份 去論證的影響 是較深遠的 因為始終黨爭 持續了大約五十年 令到當時人才損失 亦都有人認為 這是北宋亡國的間接原因 所以 這個內容 大致如果你是這樣回答 就可以拿到高的分數 所以你要各舉 三項的史事 或理由去解決 如果 這個大家要留心 你要去完整這個答題框架 就是 相對效果比較多 你就要講到兩項 效果比較少的就是一項 你就不可以 全部側重 這裏三項 這裏零項 不可以的 如果你這樣偏側之法 所以你的論證 就不夠說服力 和不夠論據 所以大家必須要留心 要取得高分 就一定要均衡 和留心的比例 好 去到2019年的9A 要分析梁啟超 在晚清時提出的政治主張 和當時證據關係 資料中 有提到兩電的言論 甚至要看得到 他反映了梁啟超 什麼的政治主張 甚至 政治主張 和當時政局 又有什麼關係呢 那 資料1 是1902年的言論 就是當時 你要概括得到 他的政治主張 就是 主張革命方式救國 因為背景就是 當時梁啟超 在維新失敗之後 就讓日本受到革命思潮的影響 而到2007年 他的政治主張 就積極參與立憲 因為 梁啟超 在遊歷美洲之間之後 就不再認同革命和共和 重新支持君主立憲 所以 這個必須以 剛才所說的 這兩個政治主張 作為一個基礎 援引史事 去分析 和當時政局的關係 要事實和論政 要充足 每一個政治主張 都要有 兩項史事說明 共四項 你不要只是 回應了他的政治主張 但沒有回應的關係 因為他的政治主張 剛才也說過 梁啟超的政治立場 是多變的 而他多變的原因 就是因為 關於時局的改變 所以 他的政治思想有改變 也就是 時勢轉變了 所以你必須要 將兩者緊緊扣住 好 去到9B 你認為梁啟超 在招義所示 哪一個方面 貢獻比較大呢 根據梁啟超 在1912到1929年間 所參與的政治和文教活動 論政的看法 15分 題目已經給了年份 就是1912到1929 甚至你要知道 當時梁啟超參加了什麼政治和文教活動 甚至要回應 他們兩者之間 誰的貢獻較大呢 教字題 如果你覺得文教貢獻較大的 集中在這幾個方面說 就是傳播新知識 開闢學術研究新途徑 維護國學 這裏我不會詳細和大家說 當然你一定要舉回 當時一些具體的史實去說明 但是 你說完文教貢獻比較大 你也要說回 為什麼你認為政治貢獻比較少呢 就是因為 雖然梁啟超有組黨入國 提出了司法和幣制改革 但是因為政局動作 無法持續 最後也是持沽了 所以大家要這條15分 一定要講得到 四項的文教貢獻 再加一項政治貢獻 那就要講到比較內容 如果你寫不到四項的 那就三項 但是 你在比較中一定要做到 就是一定要提到 一至兩項的政治貢獻 相對比較小的原因 好 然後如果你認為 政治貢獻比較大的話 就是說 梁啟超是聲討原始帝制 發起互國運動 成功阻止了兩次帝制復規 維護了共和政體 甚至在山東問題 即是五四運動方面 他也要求各國政府 代表 和各國代表會面 維護了山東權益 甚至要求 當時的政府 的代表 拒絕簽和約 也有助推動五四運動的進行 所以 文教貢獻相對比較少的原因 這是要比較的地方 雖然梁啟超有顯著的學術成就 但是 正正因為他的思想比較多變 同時又主張中西文化交融 就形成了學術上的局限 所以 也是 如果你真的要完整的話 真的要講到四項 政治貢獻 一項文教貢獻 做一個比較的 如果不行的話 三項加兩項也可以 開到2020年最新新鮮滾熱的 7A 7A根據 招一和招二 援引史實 蟬式 司馬遷讚寫史記背景 15分 重點分別為 要用兩支資料 和讚寫史記背景 招一 最主要是講 司馬遷兩父子 即是他父親和司馬遷本人 都是太史 有盛世修史的意識 剛才也提及過 司馬遷是跟隨武帝遊歷各地 所以他看到很多不同的史籍和藏書 招二是講到新時度的來臨 就是因為漢武帝創新了文字武功 可以講一些實例 就是南征北土等等 所以司馬遷就要記錄當時後盛世的大事 去全揚後世 而招二也提及到 李寧之禍 就是因為當時司馬遷就為李寧求情 但最終被武帝處以赴刑 而因為受到這個打擊 司馬遷就發奮完成他的巨著史記 但是你要看得到資料的內容之外 他也要緊扣他讚寫史記的關係 就要舉出相關的史事為例說明 然後7B有人認為司馬遷是重視人的價值 史記內容更加遍及社會上不同的階層 根據招三援引史記內容加以說明10分 重點就是在於他講得到 史記是重視人的價值 甚至是遍及社會上不同階層 至少三本身有一個列表 提及到本機世家列轉 裡面也引含了很多不同的階層 最重要的反映就是 司馬遷的史記不以成敗 作為評價人物的準則 相反 司馬遷是比較重視他的歷史地位和影響 包括他會餵到項羽 大家知道項羽是在楚漢之爭輸給劉邦 正常他不應該納入本機裡面 但是司馬遷是非常欣賞他 加上女后作為一個女性 司馬遷也將他納入本機裡面 甚至不是貴族出身的孔子和陳舌 他都加入世家道 因為他們這兩位 亦都是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 是有所確認的 所以你看到司馬遷是重視人的價值 而不是用他的成敗去評價 甚至到 另一個就是回應另一個內容 就是怎樣內容是遍及社會上不同的階層 就是因為司馬遷看到史記裡面 是關注社會低下階層 因為低下階層有很多都是有誠信 喜歡的言行 甚至你看到會有刺客的列轉 或者劃溪人物的行為 甚至到貨值列轉是專門技術商人 即是肯定了他在商業的價值 所以你要留心 一定要用具體的史例和事例去說明 扣住這個 他去重視人的價值 還有何以見到史記內容是遍及社會上不同的階層 剛才這個內容已經提及到 另外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同一題有兩個人物出現 8A就是問 春秋時代封建和禮樂制度崩壞 孔子提出他的政治主張 以其撥亂反正 就以23個方面去蟬識他的主張 重點就是他那三個政治主張 都給了那幾個角度 以及如何撥亂 撥亂的亂就是指封建和禮樂制度崩壞 反正就是孔子主張是怎樣針對這些問題呢 而證明人正禮子這些如果大家熟悉孔子的話 是不會難處理的 證明方面最主要提及到就是君君神神父父指指 以及講到孔子提倡的證明 希望社會上下有序各進其積 甚至人正方面就鼓勵用人正和德智去治理天下 甚至在上位者應該是要用自身道德作榜樣去教化人民 甚至是禮字,大家都聽過了 非禮物是非禮物亭 軍臣之間應該是不遷月不如禮的 重建社會秩序,社會才能夠和諧 所以大家要留心要緊構提子要求的三個方面 以及要舉出他的主張怎樣回應 大家留心,你熟悉這三個方面 你講完這幾個政治主張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要回應他怎樣希望撥亂反正 以及針對封建和禮惡制度崩壞這個出法 你只是說他的政治主張是沒有用的 你不會拿到足夠的分數 另外,這條跟普遍老師也有談過 這條真是比較難的 還有沒有資料,集中從三不足論 三不足論,大家如果去準備黃鞋石的時候都會留意過 三不足論要重要,這是一個作特方向 然後就要分析或是釋論 變法所面對的困難 十五分,即每個可能五分 天變不足論,有很多考生 我看考生報告 大家誤以為是天不怕地不怕 但其實是錯的 天變不足論是當時變法推行的 很多不同的天災 反對派就用天變這個說法 去嚇神宗 去動搖改革和變法的決心 這些就要說到瑞星宴等等 這些當時的史實例子去說 而祖宗不足法 主要是對於北宋的祖宗的祖宗 要有一定的了解 因為保守派認為變法是有違祖宗 因為他們認為宋太祖趙刊任推行的國策行之後 不應更動 祖宗不足法是一個情況 但是你要對於北宋 由宋太祖的祖宗 要有一定的了解 才能達到祖宗不足法的意思所在 而人言不足率 最主要是 考生通常都會說得到 保守派是批評王岩石變法是妖民 甚至王岩石本身也有性格缺憾 就是拒諫 聽不聽意見 也不改正去自己不足地方 所以令滿朝文武大為不滿 所以要從三不足論去分析 變法所面對的困難 很多考生就是不了解天變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了解多些 天變不足位不是說天不佩地不爬 而祖宗不足法 大家一定要了解北宋的祖宗 人言不足率 大家都可以說得到 擾民的情況 所以大家要留心 這條是相對比較困難的 最後一題 有人認為何啟在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的貢獻大 推動青末改革和革命運動的貢獻 根據朝一和朝二 緩引史石加熱式論 25分 重點分別在於 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的貢獻 以及推動青末改革與革命運動的貢獻 那是不是前者的貢獻大過後者呢 如果你是答前者貢獻較大的話 就可以集中從何啟 親身推動香港的教育和醫療工作發展去入手 甚至做過太平紳士 立法局的非官首次議員 有助提升華人的社會地位 甚至在教育方面 這些也是社會發展的部分 創辦西醫書院 聖前提班書院 香港大學 令到當時香港教育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亦都開創了一個先河 甚至他亦都為了紀念自己的太太 創立了雅麗士醫院 為本地的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但是你要比較的 要指出推動青末改革和革命運動的貢獻比較小的原因 就是雖然何啟有對晚清發表改革主張 但是他沒有引起到當局的重視和接納 雖然後期他協助孫中山 策劃廣州起義和兩港獨立 但是最終都是無功而還的 所以大家留心 是必須要作出比較 如果你是覺得 他推動青末改革和革命運動的貢獻比較大 那你就要說得到何啟雖然 他對青末改革和革命所提出的主張 是有一個啟迪的作用 因為他是敢於批評中國改良派的視野不足 甚至他提出了一些很具體的建議 包括立憲 天賦人權 這些是過往沒有人提出過的 因為何啟是學貫中西 甚至可以緊構他和孫中山的關係非常密切 因為輕忠會成立之後 就成為了政治顧問 雖然此而活動不成功 但是也為日後革命成功 累了一個重要經驗 大家知道 新後革命之前 很多場起義都是失敗的 但是每一次失敗 也為到孫中山的新後革命成功 起了一個很重要性的經驗所在 和反思 所以你講完這些政論之後 也要講一下 為什麼你認為他推動 香港社會發展的貢獻比較小 最主要就是 他是立法局的非官首議員 但是沒有一個政治實權 還有大家知道 其實當時立法局去拉攏華人 只不過是打算做一個橋頭堡 甚至是一個中介 去穩定社會秩序 所以何啟整體來說 香港最低的成就應該就是 推動本地教育和醫療服務 而不是推動社會的發展 所以這就是一個反論 亦要作出一個比較 都跟大家講了頗長的時間 都跟大家總結了一點點 大家必須要熟讀五位知識分子的新平 緊構他們的主張和身處時代關係 甚至你會看到 他們五個身處的時代 都是各有他的特色 亦都衍生到他們的思想 見解和所有行事 一定要熟悉他們的行事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具體的實力 都是要從行事出發的 而知識分子的特質所在 可能很多考生大家都會忽略了 這是一本書的頭一章 是會講到的 你要了解到知識分子的特質所在 有機會真的會問到 知識分子的條件如何符合的時候 你就要用到一些經歷 行事和生平去配套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